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龙顺神父 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分享每日读经 这个今天的主题呢 是圣之主日 但是也叫做苦难主日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圣之跟苦难 到底怎么弄在一起呢 因为这个圣之有它的一个意义 就是凯旋的意思 就是说在旧约里面 大家欢迎一个墨西亚来到我们当中 但是这个墨西亚呢 很多人不同的想法 想法不一样 他们想说 就是帮助我们以色列国呢 把罗马人赶走 我们自己要独立 但是耶稣来这个墨西亚 不是这个 他是要把 是灵性的墨西亚 不是政治性的 他是希望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天主面前得救 就是我们大家感觉到自己有罪 毁罪 那我们跟随耶稣 听从福音 跟着耶稣走 所以这个墨西亚这个圣之呢 有点胜利的意思 光荣的意思 而且就我们墨西亚来了 大家欢呼啊 排队欢呼 你看大家把衣服啊 或者拿着圣之 大家游行 就是欢迎我们墨西亚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为什么苦难主日呢 因为他是天父要他说 你要接受这苦难 背着把人类的罪当作你的实价 把它钉在实价上 所以希望宽恕这个人类的罪 让他们每一个人重新回头 走向这个永生的道路 所以呢 这个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这个圣之开始就是圣周 就是痛苦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是可以讲说 在四旬起里面的一个精华 那这个所以这个四旬起 这圣之跟圣周 在耶稣的心情里面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感受 一方面大家很捧我 很欢迎我 另一方面 我你看有些人要害我 要把我置于死地 我开始受苦 那这个受苦呢 他自己还没受苦以前 他已经理会到了 我会被吐口水 我会被鞭打 我会被钉 我会带那个刺官 给我喝那个醋 很难喝的喝 那这等等的苦 他都会感受到 好 那现在在这里面又想到 耶稣也要跟大家一起庆祝这个鱼夜节嘛 那鱼夜节你要游行啊 那他找一个驴 我们这个驴呢 在我们中国人讲说笨的意思 你是驴 你到北京也是驴 所以这个 他其实这个驴 就是很谦卑的意思 他不会说我是墨西亚 高高在上 我是这么了不起 没有他是很谦卑的 所以在这大家都很欢迎啊 这个衣服摆在路上让他过 可是呢 他是很自愿的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也不怕任何的权威 对他怎么样 所谓的经历 所以从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人都是有两种心情 但是这个两种心情呢 我们怎么样 一切最重要的我们的态度 就是把一切交给天主 我们的为天主做 所以不必怕面子的问题 不必怕人家怎么打你 没关系 我们最主要是走向天堂 所以呢 这个耶稣的这个天主的一个爱 他用这个爱跟牺牲这样的方式来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 同时呢 我们自己要检讨自己 比如说 到底在这个圣经主日 耶稣受苦 是我哪一点是让耶稣受苦 我犯了什么罪 比如说我有时候不要讲说普通的 实戒方面 但是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的方面 有时候我们很固执 我们常常注意自己的整个意见 自己的做法 都批评别人什么 但是有时候问题在呢 有时候我们做的并不是很好 没有实行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 不是按照耶稣要带领我们总向永生的 所以在这里甚至主日的时候 一方面感谢天主的默契 那一方面呢 我们他的罪呢 被定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要自己检讨 要悔过 要走向永生的道路 所以谢谢各位 你们给我机会来分享 下一次见 本节目由光启社媒体浮船 以爱还爱影音工程计划赞助播出 2020年耶稣会是南淮人传 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 请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电架02-2771-2136 转200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